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上次我们说到 谭延凯 李雷军等人来到了武汉 刚到武汉 谭延凯和李雷军就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上呢 谭延凯李雷军就表示南昌方面 愿意和武汉方面 倦气前嫌 可是紧接着徐签的发言 则把这种气氛破坏了 徐签开始对联席会议进行证明 或许是因为徐签听到过 蒋介石在此前的演说中 对联席会议 以及徐签本人发起的抨击 所以呢 徐签就当场控诉 蒋介石对联席会议的始乱终气 并且说将开会 延至七日 已是迁就南昌方面 所以不能再为蒋介石 有所拖延 他的这些话 不但报了蒋介石 批判徐签和联席会议的一见之仇 也对南昌方面进行了攻击 太阴凯一看形势不妙 就立刻站起来灭火 他说 南昌方面成有错误 愿受批评 然用意 是使党能统一 同心协力 并不是敷衍 我希望大会 能够容纳南昌同志的意见 使大会能够顺利 可否将开会 稍微延迟三到数日 这样南昌同志得以加入 未来者赶快来 若得一致参与 意见一致 进行也会更加顺利 这是我所希望的 会议主席于是就提出了议题 正式开会 是否延展至12日 等到蒋介石、朱培德同来提出讨论 彭泽民和吴玉璋当即反对 认为反独裁之际 不应该专门 为了等一两个人到会 吴玉璋表示 今天到会的人数已经足够 应该开会 泰英凯则认为 参会者到其关系重大 并不是在于一两天的争执 希望不要再产生纠纷 容纳南昌方面的意见 因此呢 会议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 会议主席于是就请 其他委员发表意见 于树德提出 今日是正式会议 8号、9号也可以来讨论提案 但是决议 必须要等到蒋总司令 来了以后再决定 这是一个折衷的方案 既能保证当天开会 又能顾及蒋介石的面子 可是彭泽民当即就表示反对 他说自开会以来 绝无等人来 再做决议的先例 会议逐渐开始 有火药味 那么徐谦一看 形势不好 反而开始调和 强调可以先提案 再正式开会 他说今天虽然可以开会 但仍然可以延期 这是非常正常的 可以先非正式的交换意见 之后呢 再进行完满的解决 这个时候毛泽东进行了发言 他说 因为提案慎重 需有精细的讨论 讨论 自属提案之责 而提案委员会的产生 由常务委员推举 可否再加新的同志 而得新的意见 详细由提案会讨论 大会则决定 今日开 不能再拖延 于乃英呢 则认为 因为蒋介石 会议已经延期两次 在提高党权之际 再因蒋介石而延期 在报上发表 也不好说 顾梦渝这个时候 也开始发言 顾梦渝起初呢 曾经在南昌 待过一段时间 也曾经被蒋介石所拉拢 随后先行来到武汉 所以说 两边他都有关系 不过顾梦渝明确表示 正式开会 不能再拖延了 如此一来呢 除了谭言凯 几乎人人都同意 七号开会 纵使于书德的折农方案 也是同意 首先开会 所以台言凯再次表明 各位同志发表意见 有所误会 所请延迟会议 并不是为了专等艺人 我可以声明 双方表示 并没有隔阂 南昌方面要求延期 理论上 虽然略显原因不足 但是事实上 也需要顾忌到 为了爱党起见 让南昌同志得以参加 也可以让开会更加顺利 并且呢 与军事有关系甚多 如果能够全体参加 则解决起来非常顺利 我不愿意党出现裂痕 所以南方方面的请求 请大家务必注意 那么徐谦这个时候就表示 今日如果够了法庭人数 那么就开会 形式上呢 也可以促使没有来的同志 加快到来 已经够了人数 仍然不开会 这是不对的 应该容纳而不容纳 也是不对的 不如先开了会 则没有来的同志 也可以赶快来 两方面都可以照顾到 谭坎这个时候就接话说 我们要先声明 我们不等人 他们没有来之前 武汉这方面就有公开的电文 说此间已经决定 南昌同志不到 也会开会 这样等到蒋介石 朱培德他们到来的时候 别人也无法挑拨 可是谭延凯的一系列发言 就引起了相当多数人的不快 郁带英和江浩 就连续向谭延凯发难 江浩还质问谭延凯 谭同志所争的会期 究竟是内容问题 还是会期问题 因迁就事实而纠纷 如果再行迁就 那么所谓的提高党权何在 关于会期问题 也希望南昌同志 能够加以容纳 那么谭延凯的回应则是 江同志之言 自有误会 南昌对提案是同意的 也已迁就到武昌开会 否则就不需要来武汉开会了 谭延凯不敢说是个人请求 只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 并非是想要与人辩论 那么顾梦渝呢 也提出调和方案 表示赞同于树德的意见 今天做正式会议 再开几天提案会之后 再进行决议 吴宇章随后 则提醒表决 徐谦顾梦渝的调和主张 也就是今天是正式开会 但明天先开讨论会 研究提案 暂不对议案做最后的决议 这个主张呢 顾及了蒋介石的面子 虽然会议开幕 但是仍然等到蒋介石来了以后 才做会议的正式决议 然而如果表决当日作为正式会 这个意味着3月7日 也就是大会开幕日 与蒋介石3月12日 在开幕的主张 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这个方案虽然实质上 仍然相当于等蒋介石来参加决议 但是事实上 蒋介石所要争的 就是名义上的会期 就是他所要求的 3月12日在开会 更多的是想试探 武汉方面是否重视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只要表决3月7日是正式会议 蒋介石是不会到会的 这一点呢 谭言凯没有办法 为蒋介石点破 这就成为了这场争执中的 关键所在 那么陈公伯终于说话了 就像前面我们所讲的 陈公伯当时在决定 国民党中央驻南昌的时候 是持反对意见的 然而作为江西政务委员会的主席 他在南昌待了三个月 成为了南昌中央的核心人物 在南昌武汉之间 争执最为激烈的时候 陈公伯还充当了沟通使者 所以陈公伯就发言说 今日开会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一年来 党弄到这种地步 不能说没有问题 本人不希望因为小问题 而牵扯到大问题 应该顾全事实 他说的这句话 云里雾里 很难让人立刻明白 他的用意 孙科最后宣布 与会者进行表决 实际上这个时候 会场上已经是一边倒的形式 所以通过表决不在话下 李立军半天没有说话 已经憋了一肚子的火 他最后终于发泄了出来 他站起来说 武汉南昌方面 两方面的情形 截至误会并不大 自当求完美解决 我非常希望双方 能够顾全大局 我感到双方因为小误会而起 彼此都希望完美进行 又和朱同志多日未见 像我们这里进行的是讨论会 否则的话进行表决 没有意义 那么主席就接着问 今日是否可以作为全体会议 请表决 看到表决终不可避免 李立军又提出表决人数问题 他说 事实上人数不够 也不能表决 彭泽民当即就表示 今天到会者十六人 以达发展人数 谭云凯则表示 要十九人到会才能开会 于是呢 吴玉璋 徐庚魂 董永威 彭泽民 分别从惯例和候补的角度表示 十五人也能够开会 谭云凯不为所动 他说 严格说非要过二分之一不可 徐谦呢 则反驳说 谭同志不能以惯例来约束党章 本日开会是否法定人数 为革命大局想 不必要斤斤计较于人数问题 会议到了这个时候 形势相当的紧张 其实在广州时 谭云凯作为国民政府主席 和各方上述关系融洽 可这个时候 徐谦作为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长 属于谭云凯的下级 但他语气上 已经不再有上下数之分了 主席就继续问 是否付诸表决 最后关头 为了力保奖励时 能够在3月12日参加会议 谭云凯提出 西山会议不足法定人数 五方以此驳斥之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注意我们的情况 但他的这句话 确实有点犯重怒 然而谭云凯为了预防蒋介石 和武汉方面的彻底决裂 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听完谭云凯这句话 吴玉璋派而起 他说西山会议是根本的不对 还是人数的不对 谭云凯还在坚持 他说人数也不对 今日会议当然绝对不能 和西山相提并论 我这么说 的确是防害了彼此的感情 今日到会者大多数是主张要开会的 那么主席就再次问 是否付诸表决 李烈军一看 已经无法逆转 选机退席 虽然言语不多 但是李烈军 用他的实际举动 表达了他维护蒋介石 和南昌方面的态度 那么因为李烈军 是国民党方面 德高望重的元老 所以一看形势不妙 主席赶紧宣布 休会15分钟 15分钟之后 会议继续召开 但这个时候李烈军 也离开了会场 看起来与会众人 在休会的时候 也达成了协议 徐先率先表示 今天是预备会 明天也是预备会 并非立刻开会才有意义 所以会议就顺利通过了 8号和9号 仍然是预备会 3月10日正式开会的决议 一场唇枪舌剑终于结束 武汉方面不再坚持 3月7日开会 然而3月10日开会 和蒋介石的期待 也是有距离的 就是这两天之差 最终封死了蒋介石 赴会之路 看得出武汉方面 也是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而特别积极要求 速开会议的 以共产党员居多 然而3月12日这个日子 又是蒋介石为了显示 其自身地位提出的要求 那么有了之前摩擦的 武汉方面 根本不可能完全答应 蒋介石的这个要求 那么就在3月7日 武汉会场争执不断的时候 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 发表了演讲 这次演说呢 没有谭言凯等人为其站台 反而省去了很多顾忌 面对总司令部的全体将士 大谈武汉方面 对他的污蔑 蒋介石在演讲中说 现在武汉方面 有几种 对于我们本党领袖的宣传 第一种说法呢 是联合日本 放弃联合政策 拿着违反总理遗嘱的罪名 加在我的身上 想来损害我的人格 第二呢 说我勾结奉鲁军 又要拿通敌的罪名 加在我的身上 想来破坏我的信用 第三 说我们军费没有报销 拿军饷不清的罪名 加在我的身上 想来污蔑我革命的历史 随后呢 蒋介石就把这三点一一驳斥 把矛头直指保罗廷和共产党 演说的最后 蒋介石再一次 把他的慷慨悲歌 展现到了极点 他说 中正预备着做岳飞 预备着做石刻法 预备着做文天祥 如果真是为国为民 做历史上有人格的人 他绝对不希望 他本身生前成功 我要表现我自己的人格 给千万后世的人来批评 一切毁于成败 盖之不问 只要做一个明朝的石刻法 宋朝的文天祥 岳武目 请各位同志跟着我 来做陆秀夫 来做我们总理 忠实的信徒 而与此同时 蒋介石的自负 也达到了顶点 他说 如果有反宣传 阻碍我们的革命 那我们就要做反动派 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来对待 现在我们只希望 中国的自由平等 能够实现 只希望中国 国民革命 能够成功 谁来反对我们革命的 就要把它当作 反革命来看待 然而这个时候的坏消息 对监理师来说 也没有最坏 只有更坏 事实上 只要蒋介石不去附会 双方裂痕的扩大 是必然的趋势 3月8日和9日 蒋介石在南昌 就陆续接到 武汉方面的各种压迫之词 蒋介石愤儿在日记里写道 此次逆朝 甚机其久 共产党和国际 权力以岛鱼 帝国主义 依和国际 权力以谋鱼 个人成败 实不足迹 为党国之命运 如何违宁 所以蒋介石在当时 就奋笔直书 写下了 至黄埔学校同学书 文中呢 再次澄清了各方 对他强加的罪名 既然这篇文章 是写给黄埔学生看的 蒋介石在文中 则更显得慷慨悲歌 3月10日 在二戒三中全会 开幕的那一天 原本去武汉开会的李热军 却返回了南昌 和蒋介石 谈汉口疯狂的情形 并且劝蒋介石 请速作一劫之计 具体而言呢 就是希望蒋介石 尽快拿下南京 定度于此 李热军给蒋介石 带来了武汉方面 第一手的信息 如果说蒋介石此前 还有着去武汉的一丝幻想 现在彻底破灭 蒋介石这个时候 对包罗廷的仇恨 已经到了极点 其实蒋介石 发动412 与其说是反共 倒不如说是反苏俄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共产党自以为阴谋之毒 不知其矫技 皆为人利用 由此可见 蒋介石对包罗廷 和共产国际的仇恨 是要超过 他对于共产党的不满 1月27年3月10日到17日 国民党二届三重全会 在武汉举行 会议就通过了一系列 不利于蒋介石的决议 包括取消蒋介石 中常会主席一职 还剥夺了蒋介石 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 而改为委员制 连武汉的共产党人 也说这是武汉反党运动 最为精彩的一幕 从会议的决议来看 蒋介石在这场斗争中 几乎完全失败 蒋介石自然是怒火中烧 3月17日 也就是二届三中全会 闭幕的时候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里 痛骂武汉方面 他写道 武汉败类 亡国亡党 在所不续 且必倒我个人以为快 其用心之险如此 然意见其不自量也 就在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 北伐军在东南战场 却进展顺利 江友军在3月6日 攻口呜户之后 南京近在眼前 江左战局 也由于安徽都军陈条元的反政 几乎是不战 而得安徽 东陆军呢 在攻克杭州之后 也正在向上海挺进 3月14日 蒋介石在南昌 就已经听到了 攻克南京的传言 军事上的重大胜利 对于军权至上的总司令来说 总是最为重要 另一方面呢 在蒋介石努力经营的江西 也显示出巨大的勇奖热情 江西省党部组织了大型的群众集会 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 响彻江西 3月15日 干州各界市民大会 特意发电报拥护蒋介石 反对武汉当局 与此同时 江西两起重大的反攻事件 也正在策划中 随着北伐形势的巨大变化 蒋介石从南昌来到了九江 志在南京 不过在这个时候 他还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宁护战场的军队经费严重不足 再加上江西军队的开靶 战局出现隐忧 在九江呢 蒋介石虽然只停留了三天 却做了一件影响他一生的事情 一面是反对自己的浪潮 一面是军费的短缺 蒋介石在江西陷入了困境 他首先仍然想从武汉方面 争取军需 他在三月九日 发电报给国民政府 申请恢复军需部 从而落实前方所需的军需 但这个时候武汉方面呢 已经准备开二届三中全会 武汉反蒋的气氛 已经达到了高潮 蒋介石的要求 自然难以得到满足 困境中的蒋介石急需帮助 当时呢和蒋介石还在一起的陈杰如 在他的回忆录里 提提蒋介石和宋爱玲 在九江进行了一次密谈 奠定了蒋送合作的基础 而陈杰如的回忆 在蒋介石的档案 事略稿本里 也得到了部分的印证 根据陈杰如的回忆 宋爱玲给蒋介石开出了这样的条件 宋爱玲说 你是一颗正在上升的新星 但没有独立完成大业的魄力 要完成重建中华的大业 需要巨大的势力 金钱 魄力和特权 对于这些 你现在一无所有 我愿意和你谈成一笔交易 我不但将影响我的弟弟 子文 脱离汉口政府 并且将更进一步 尽力的联合上海的大银行家 以金钱作为你北伐的后盾 共有你经费和军火 我们有一切的关系 你这方面要做的是 和我的妹妹宋美玲结婚 在南京政府成立的时候 任命我的丈夫孔祥熙 为行政院长 我的弟弟子文 为财政部长 蒋介石在困境之下 只能接受这个条件 并且最终请求陈杰如退让五年 让他和宋美玲结婚 所谓的九江密谈 这是陈杰如回忆录中 最吸引眼球的一部分 因为它涉及到蒋送联姻 和陈杰如的悲情 在读者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然而书中的这部分内容 似乎是无法证实的 陈杰如回忆录的史学价值 一直以来争议不断 并且大多数情况下 被认为是造假颇多 另外一方面呢 既然是密谈 就像陈杰如所述 当时只有蒋介石和宋爱玲在场 而且还是在船上 所以几乎无法考证 不过在新出版的史料 讲中的档案 势略稿本第一册 关于1927年3月18日 这天的记载中 居然出现了孔宋夫人 也就是宋爱玲的名字 记录中写道 行军之事 想须先也 日前宋太夫人 与孔宋夫人 来游巡卢 闻蒋总司令部 军饷结局 武汉财政部 为供囊阻挠 不敢发给 宋太夫人 与孔宋夫人 乃游巡回汉 立诉宋部长 筹罚200万元 秘密运巡 因此军饷无虑 公乃乘见东夏 亲子独战 金户得以如期克服 那么从这段记录里 我们可以看到 3月18日前后 正是二届三中全会 形成反蒋最高潮之时 蒋介石的个人档案里 清楚地表明 蒋介石和宋爱玲 在九江 的确有过会谈 而且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解决 军费和财力 这和陈杰如回忆录里 所说的 有很大的相似性 当然 在试坠稿本 这种正式的 史料档案中 是不可能提及 蒋宋联姻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 合理的推测一番 蒋介石费尽心机 与宋爱玲 在九江相会 并且如期获得了 宋爱玲的相助 再加上当时 蒋介石对于宋美玲 的确有喜爱之情 所以他必然和宋爱玲 谈及到他的妹妹宋美玲 至于他们具体谈些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自此之后 蒋介石和宋家 孔家绑在一起 这是事实 而在试略稿本里 将金库得以如期克服 和苏爱玲的帮助 连在一起 当然我们不能轻易的认为 善和南京 之所以能够打下 是苏爱玲 蒋介石 九江密谈的结果 但是 根据这个记载 我们也可以看到 苏爱玲的确成功的解决了 困扰蒋介石 多时的军费问题 这一点是可以确定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就在所谓的 九江密谈之后不久 蒋介石就发动了青党 并且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 而宋子文 正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 逐渐的从武汉方面 向蒋介石靠近 这固然有复杂的历史原因 但是蒋介石和宋爱玲 先达成的这种合作关系 以及宋爱玲 素来的强势性格 对于宋子文 也是不无影响的 其实对于陈杰茹 婚姻录的批评 并不是关于九江密谈 而她所说的 简直是为了寻求宋家的支持 转而答应宋爱玲 所开出的条件 逼陈杰茹退让 而与宋美玲结婚 最终抛弃了陈杰茹 陈杰茹的这段描述 很明显带有她个人的感情在内 但是对于这一段 不失的怀疑 不应该必然导致 对整个九江密谈的怀疑 以蒋介石和宋美玲 在之后的婚姻状况 我们可以想象 在九江 蒋介石和宋爱玲的会面 一定会谈到 蒋介石和宋美玲的婚姻 只不过谈及的内容 并不是像陈杰茹 所描述的那样 但是蒋送联姻 这是后来发生的事实 那么我们把九江密谈中 陈杰茹 关于蒋送联姻 不时的描述 去掉之后 只采纳蒋送联姻 这个事实的话 那么九江密谈 是符合前后历史 发展逻辑的 而蒋介石和陈杰茹 关系的变化 也恰恰验证了 有九江密谈 这个事件的存在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